性別這個 那首先我要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把第二個字 第二個字抓出來 再去判斷說它是1還是2 OK 所以我第一階段的話 我可以用那個什麼 插入函數裡面 那文字類的函數 當然你可能不確定哪一個 不過我建議 有時間的話 可以不妨 把每一個函數裡面 代表什麼意思 稍微看一下 也許你暫時用不到沒關係 但如果以後用到 你可以大概知道 這個大概可以 我建議有時候 也可以把它拿來試試看 因為試不出來沒關係 反正就是這樣子 學習本來就是從 錯誤當中 慢慢得到更多的經驗 向上提升 其實有些東西 我也這樣試出來的 只是我上課不可能用試的 我只是告訴你最後的結果 可是你沒有看到我背後 我可能試了幾千遍 我不能說我自己也寫不出來過 OK 那一定是這樣 有點過程 那這裡的話 當然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要抓那個第二個字 請記得用MID 所以MID函數是MID 按確定之後的話 接下來他會問你三個問題 所以你會發現函數都一樣 他一定會問你問題 然後你給他應該要的資料 其實就引述 他就會給你你要的結果 所以他的文字一定是這樣 函數的道理就是這樣子 給他引述 他會給你結果 OK 那他要給我們要什麼資料呢 第一個TES 你的身份字號 OK 第二的話 STAR LUMBER STAR LUMBER 意思是說 從哪一個字開始算起 從第幾個字呢 從第二個字嘛 第三個問題呢 LUMBER LUMBER 已經是數量 CHAS是字圓 其實白話講是幾個字的意思啦 你要幾個字啊 OK 不過他那個上 前面 當然他沒有那麼友善 不過以色列 比較不友善就是那個引述的名稱說明 如果他可以把它寫得友善一點的話 順便更好理解 那問題為什麼 因為微軟沒有找中文系的人去 對 如果把它寫得更友善一點 連不用學習都會啦 主要是因為他前面就寫一個怪怪的東西在前面 像我們是已經看習慣了 所以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剛開始學的 你怎麼看得懂 其實他白話文就是幾個字啦 所以你這邊前面改幾個字不就好了 OK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輸入幾個字 一個字嘛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他底下會告訴你結果 這個是文字有沒有 最後你會發現喔 他也會返還一個字給你 但是請各位注意一個地方喔 他這個1喔 跟這個1一不一樣 好 特別是喔 這個觀念非常重要 前面那個1喔 是有雙引號的 表示他是有文字 後面那個1呢 沒有雙引號 表示一個數字 那在那個電腦的世界裡面喔 文字跟數字是不一樣的 不過對於一般來說沒有那個概念 但是所以就很容易出錯 這個概念有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按確定 好 我們第一個階段 做出來了1 你現在填滿 當然就會把性別抓出來 有沒有 可是這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我們需要再把這個MID 把公式減下來 所以以後喔 如果你要做很複雜的事情喔 你可以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第五 一直往喔 不用一次做完啦 你會看很長的公司 那絕對不是一次做完的 一定分很多階段 所以第一階段做完 請你把它減下 不包含等號喔 減下來 再重新插入第二階段的邏輯判斷 所以切到邏輯一副 邏輯是什麼呢 貼上去 如果它等於什麼呢 等於一的話 那就是男 對不對 反之的話呢 就是女 處就是 這個邏輯為真 false就是為否 就是 如果為處 反之是 所以這邊的話 我就輸入什麼 輸入男 如果是男生 反之的話 就女生 但是請注意一下喔 這邊的話 請各位注意喔 如果你這樣子按確定 答案會是正確的嗎 你試一下就這樣 下一下填滿 欸 全部都女生 明明看到是1啊 為什麼喔 就我剛剛跟各位講的喔 欸 這個1有沒有 等於1嘛 你想說1 那少做了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 對 雙癮 其實說真的 這個地方喔 你如果沒有加這個東西喔 答案就一定是會錯 其實不是只有Excel這樣喔 其實你以後撰寫任何程式也是一樣 任何地方都一樣 因為我們理解看到的1 沒有啊都一樣啊 可是電腦的理解就是不一樣 所以你是跟電腦溝通啊 你要用它的語言喔 不是用你自己的語言喔 所以呢 如果你這個地方呢 按一個 輸入那個前後雙癮號 按確定喔 你會發現向下填滿 答案才會一定是正確的 OK 這個部分 請特別注意 因為非常容易做錯 因為我們遇到過好幾個同學喔 也業界的同學 他直接把檔案寄給我 老師為什麼我照你的方式做錯呢 一看 你沒有加雙癮號 怎麼會是對的 所以只是一個雙癮號喔 它那個VIRAL數 早就找不到東西 所以明明有啊 為什麼就找不到 OK喔 原來你雙癮號 看起來好像是對 那另外呢 如果假如 給各位另外一個思考方向 如果我後面的一 我不想改 我後面不改 一樣是一個數字 那前面一定是一個文字 那如果說我希望改前面 不改後面的話呢 比如說應該可以理解到 就是後面一樣 我輸入是一個數字一 那前面是文字一 那有沒有一個函數 可以幫我把文字一 轉換成 數字一 文字一 變數字一 有沒有這個函數呢 啊 啊 不是 不是 裡面有喔 所以我剛剛跟各位講過喔 如果你願意花功夫喔 你就知道答案了 其實怎麼下功夫喔 其實怎麼下功夫喔 我剛剛講喔 你可以在旁邊喔 插入函數嘛 那裡面 它那個函數一定是在文字 因為我要把文字轉 轉為數字 那你可以發現喔 其實你就從頭找到尾 就有個答案了 但是你也不用這樣做啦 因為它剛好在最後一個 Value有沒有看到 剛好Value喔 就是有沒有 底下有說明嗎 將文字資料 轉換為數字資料 所以喔 如果你後面那個一不改 你要改前面文字一 轉換為數字一的話 只要在前面的等號外面包一個Value的函數 它就會幫你把原來的文字一 轉換為數字一之後 再跟後面比較就會是正確的 OK 應該可以理解那個道理吧 OK 所以呢 我們就有這個觀念之後 也許你可以延伸一下 假如我不要改那個後面的那個雙引號 比如說雙引號我不要 那我如果說要讓兩邊能夠Match的話 我可以先把前面的文字一 外面再包一個Value 然後呢 在瓜糊記的瓜糊位置就等號前面這裡 就是把這個裡面本來的那個什麼呢 文字一 文字一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文字一 那經過Value的關係 它可以什麼 經過Value的關係 它會幫你轉成 這個什麼 轉成這個E 再跟後面這個E一比較之下的話 兩邊就會相等 OK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 什麼地方會用到 我印象中還蠻多地方會用到這種情況 尤其是你用什麼 像資料比對V盤數的時候 偶爾也會遇到 原來它裡面的資料是數字 可是因為你切割字串的關係 它會是數字 那你以為兩邊是Match 結果你兩邊不Match 可是後面的那個對照表 比較那個表那個不能改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只好用Value 有這種情況喔 OK 如果你會用的話問題就解決 但你不會用 你一定就卡在那裡 卡在那裡 沒辦法過去怎麼辦 就只好土法煉鋼 我發現很多人就做不出 算了 土法煉鋼好了 先 可以下班再說 OK 所以第一個啦 剛剛提到就是 如果你希望文字與這條函數 能夠純熟啦 你就有空的時候 反正就瞄一下嘛 多看一下 那這樣的話 都累積你的經驗 以後你要想要做什麼動作 應該就很架輕就熟 那底下的話呢 有那個MID函數 請自行再練習一下 不過這個地方的話 從開始取四個 你可以插入環數 MID 不過這一題 有點比較特殊一點點 怎麼說呢 從這個字串裡面 取開始的位置 開始就1啦 第一個字 取幾個字 取四個字 打個勾應該是0551 就是前面四個字 但是你打勾之後 你會發現喔 它的結果居然是顯示為公式 那為什麼呢 其實主要原因是按右鍵 儲存格的格式 它這個格式 如果預設值就是文字的話 你打勾它就會顯示原來公式喔 那要怎麼樣讓它恢復成 我要的那個資料結果呢 把它改為什麼 通用的原因 之前有同學蠻常遇到 奇怪老師我打勾了 它怎麼不出現 原因是因為你的格式 變成文式了啦 所以只要1改為通用 2的話呢 再點擊上面的資料編輯列 再打個勾 答案就出來了 OK 所以以後你遇到那種什麼 奇怪 我那個輸入公式 它顯示是公式 而不是結果 那你就要知道 應該是格式的問題 修改格式 按右鍵喔 這邊按右鍵 儲存格的格式 把那個文字 改為通用 這樣就OK了 大概是這個部分 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其他的話還有什麼呢 還有那個 再來喔 可能時間不太夠 我們直接再來 待會我們來看 怎麼產生那個按鈕 其實這個按鈕還蠻重要的 按下去 自動產生 那可是問題喔 大家可能還不太熟悉 怎麼去產生這個按鈕的流程 我們大概就是先教各位第一個 你如果不會寫程式沒關係 你可以先從錄制聚集開始 意思就是說喔 你不會寫 它會自己幫你寫 但是呢 你要會錄制 錄制意思就是 也是有幫你寫程式啦 不過你要學會是 你要知道該怎麼錄 並且把錄制的結果變成按鈕 像旁邊我demo一下喔 就是 如果你錄制完的話 按一下它 自動結果又出來了 按一下它清楚 它又清楚了 所以以後喔 你事情做一遍 你就不用再做第二遍 OK 只要前面資料更新了 你就再按一下 又串接了 然後呢 再清楚 又可以有新的資料 那可是問題喔 如何使用聚集 這個部分的話喔 待會會講那個 因為底下這邊 方法一方法二 那這個後面就會講到 開發人員標籤 怎麼變按鈕出來 好 那這裡的話 請各位喔 先把剛剛的部分先關掉 待會我們再來講那個 如何錄制聚集 這個 第21頁 這個